有一些在选举制度方面做研究的学者,在德国黑森州的一个小镇,几千个选民跟当地的镇政府商议好,做一个实验,每个选民在一次元选举中投两票,一个是真正选票,一个是实验选票,实验选票采用认可制,结果,真正的选票不出意料,就还是政党格局,大党很大,小党很小,认可制发生了颠覆,大党变成中等的党,小党, 绿党一下子变成了大党,就是我说那个现象,本来排序的时候排在第二三位的只是一个宣言的性质,但是变成了认可制的话,认可制真的记住了,最后绿党就颠覆起来了,所以说呢,我只是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只有排序副省和名单只可以结合起来,有什么问题吗?这个可能过于吸引了,但是没有问题,好的,很快结束,下面一个问题,也是相当于创建,就是说, 票池机制,什么叫做票池机制,票池的意思呢,是通过制度,要求候选人,在基本盘之外,争取其他群体的支持, 典型的例子,是尼日利亚,尼日利亚就要求呢,总统当选人,除了要获得全国的最高票,还要在全国的多少多少个州,获得,好像全国每一个州,获得不低于25%选民的支持,就希望避免出现一个候选人,完全是靠少数地区给他扛进去,要让他至少在别的州,能够得到一些起码的支持, 这是票池机制,要汇聚各个群体的票,让候选人能够对许多群体有吸引力,这样的话,他的政治纲领,就不至于过分地偏于保护某一个小群体的利益,或者说,哪怕大群体,那如果侵犯其他群体的利益,也是不应该的。 可惜的是,倡导者,眼见稍微的狭窄,主要将这一个机制,用于总统选举,好比宁人压,还有单习选举国会选举,比如说,排序复选制,排序复选也存在票池机制,可是呢,我认为,不这么简单,票池机制,可以用于比例代表制,比如说, 不分区域行动,在各个省都会有门槛,你如果一个党在全国某些省很受支持,其他省都达不到门槛,得了,一个新闻都不给你,作为惩罚,你政党必须要在全国有一定的支持,起码达到门槛,门槛也不惩罚你,起码达到这种,就好比说你日压里还有25%一样。 还有呢,做出一个惩罚,我创一个名字叫做偏取法律,大陆有一个偏科的说法,如果一个考生,数据化很好,别的不好,那高考也会受理,是拖累的。 那么,如果一个政党在某些省份很受支持,比如说将来出现了汉族内部的不同地域,华南,华北,各自有政党,怎么办?汉族和千万别折腾这一点,折腾的话就好像台湾一样麻烦了。 我认为,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要做出下调,离散程度有很容易的数学计算,统计学论,加全标准差这样的计算,如果标准差是零,意味着没有离散,全国各地是一样的,那么不惩罚,如果你这个离散程度很高,要惩罚,那下调。 所以说呢,我的意思就是说,针对总统制和单习制提出的这样票池的模式,可以推广,用于比例来表执。 在学术界,比较让人悲哀的现象就是门户之间,学术界主张票池的这些学者,大腕,恰恰是钟情于总统制和单习制。 那么主张比例代表制呢,在人数是多数,大部分学者是主张比例代表制和议会制的,但是呢,他们就对票池失去了兴趣,因为这变成了他们对手的这种主张了,门户之间。 我没有门户之间的,因为我是自己自学的,没有一个师承。 所以说我读书是想,你们何必争得不可开交人,两边各自有闪光点,合在一起不好。 所以说呢,我觉得还是从这样一个自学的基础上讲,有可能是你摒弃一些门户之间会有一些信任的观点。 我也希望这些是经得起考验的,这是我提出的一些设计。 那么,今天呢,时间已经不早了,也谢谢大家的支持。 大家能让我很高兴,这样一个话题能坚持到现在让我更加的高兴。 如果还有什么问题,可以再问一下呢? 我有一个问题很好奇啊,就是12月份不是那个候选人就是要走他们的票吗? 然后就是会不会有跳票的情况? 跳票呢,华盛顿中已经有两个这个选举人说了,无论如何不投希拉里。 所以说票票肯定会发生的,两个人已经说好的投川普了。 但是呢,大局无补,从川普跳回希拉里可能性微乎其微。 从美国的历年来讲呢,基本上票票数量是三五个之内的。 这种现象不是新鲜事情。 但是今年大选不是大家都预测希拉里会赢吗?结果川普赢了。 我觉得在美国就是一切皆有可能的。 你要看川普赢的是谁? 因为川普赢的地方呢,他这些选举人是有这样一种推选机制的。 为什么在华盛顿州可以有公开票票的现象? 因为华盛顿州的法律,由各个州自行决定选举人如何推进。 华盛顿州法律规定,由各党的代表大会推进选举人。 为了民主,民主的结果是推出了两个Bernie Sanders的死党。 他们两个人无论如何不支持希拉里。 但是呢,在选出川普的州,他们的法律规定就是由候选人,他所属的党派,来推出党派认可的人物,而不是通过民主的方式,由基层党员来推出来。 所以说,从目前来看,希拉里翻盘的可能性是零。 好,别的问题。 以前,孙中山说中国实行整个民主的施力,军政、宣政、宣政。 那中国现在有这个独裁,走到民主,你觉得应该是怎么样一个过程? 我首先要评论一下,军政我不评论,我真正不讲。军政涉及一个转型启动的一个气息的问题。 我在这方面没有研究,我不能说转型启动会不会有军队介入,会不会有暴力抗争。 我现在不是我的话题。 对训政我有一个看法。 国民党训政之所以不成功,因为他做的是一党训政。 这是孙中山的一个疏忽。 你看这共产党好歹还懂得统战。 还有花瓶,你国民党连花瓶都不要。 只能说明水瓶太低了。 你真的这么自信吗?没有的。 所以说呢,所谓训政,实际上是这样的。 训政阶段是一个授权过程并不是通过民主的方式,但是产生了一个以民主为导向的过渡政府。 过渡政府,训政阶段他就采用了一种近似于宪政的架构, 然后武权架构是在国民党训政阶段就开始的,试图用宪政方式来运作。 同时有承诺我们要在几年之后实现宪政,实现全国民主选举,以民主为导向,但它是产生并不是民主。 那么国民党确实一方面是在选政阶段,他都不懂得去让其他小党参政。 另一方面,他在选政阶段过分的忽视人民的自由,这些在当代都不太可能发生了。 中国大陆将来民主转型之后,初期,过渡期,不可能贸然实现全国的大选。 在这个情况之下,我认为过渡期应该会有一个相当于各个党派的一个联合执政的一个看守政府阶段。 在这个阶段尽量的消灰草水,共产党的制度只要不是过分刑犯人权的保留,不要急于改变,谎慢的过渡。 我认为一旦民主转型启动,在启动之后,我就是一个间接主义者,但现在我不是。 在启动之前,我希望它马上启动,启动之后,大家要注意,不要急于求少。 所以什么好呢? 您觉得在民主体制下面,怎么才能够保证有效的杜绝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政? 这个呢,实际上,大家看看美国的运作,经常是通过司法的方式,最高法院,通过视线的方式,来进行一些遏制。 这一点,真的,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政,它是出于人性的弱点,不可能百分百的杜绝,这个倾向总是会存在的。 那么,我今天一直没有涉及的话题,就是司法部门的作用。 应该说,危险审查权属于司法部门还是有好处的。 中国大陆把宪法解释权给了宪法修改的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这个也是一种叫做,怎么形容呢?是违背了基本的宪政原则的一种制度。 中国大陆的体制完全不是宪政体制。 所以说,通过司法部门可以对民意形成治好。 民意是具有很大的局限性的,但是司法部门到了最高的层级,司法院也好,最高法院也好。 都是资深的法官,资深的法律人员和政治人物。 但是立法是民意立法,它有可能通过民意直接控制司法责官。 这一点呢,那就取决一个点。 一个是司法部门人员的构成,它的来源,应该是有严格的限制。 另一方面,就是在这个,相当于这样形容版,它在民意的这种认可机制上面。 应该说,我个人的观点就是,如此重大的问题,如此份量中的职位,应该有一个超级多数学,简单的过半数认可。 可能都是不合适的。可能大法官人选应该有一个五分之三这样甚至更高的一个认可。 这样的话呢,不至于出现过于极端化的大法官。 在美国历史上出现过一个,里根总统提名,Bork。 是3K党的。 Bork好像不是3K党的。 里根总统提名的Bork教授,他是过于保守,极端的保守。 所以说,虽然当时有总统提名,但是因为他太保守,也是没有能够通过。 我觉得呢,有这样一种机制还是会有好处的。 美国嘛,目前的走向,因为共和党在参议院并没有掌握百分之六十的超级多数。 所以说,民主党可以有非得巴斯特。 这样的话,美国的这种大法官提名,事实上存在着一个五分之三超级多数的结局。 我认为,共和党不可能再出现这样一种超级保守的提名的人来获得认可。 所以说,我并不是很悲观的。 我觉得通过美国这样一种五分之三超级多数学,可以有比较切合中道,比较接近中道的大法官人选。 所以你认为,川普单选期间,二到四个大法官都不会是极端的。 我认为会是保守派,但是不会是极端保守派。 就是因为美国的参议院的菲勒巴斯特制度。 菲勒巴斯特制度有很多缺点,唯独在这一点上是有落实的。 我觉得将来,我赞成,除了大法官认命,保留菲勒巴斯特,其他的都废除,好不好。 那么,他们没这问题吗? 今天六点半了,当然我也可以跟大家奉陪多讲一讲。 那么,如果大家现在已经很累的话,确实我们也应该结束了。 那么,现在我要义卖。 我来解释一下为什么我考虑义卖。 因为大家也知道,我做写日书不顺便赚钱。 我就想到呢,我介绍一下我个人的一个社会活动。 我是黄花钢杂志的副主编,义工。 我为黄花钢杂志做义工已经有15年了。 那么,我们这样一个组织没有什么收入的交款来源。 每年大概零零七段交款也就是那么几千亿万美元。 举办各种活动都是很难很难的。 明年还会有七七抗战八十周年。 还有一个我没有写的是,蒋介石乱收一百三十周年。 都是值得讨论的,值得办活动的。 这些人物都是有历史局限性。 我并不是说百分之百的推出这三个人物的任何一个。 他们都是有很大的局限性。 刚才我也批评了国民党训政为什么搞砸。 他跟孙中山提倡一党训政没有关系。 孙中山都没有想到训政是可以多党训政的。 他们这些人物都是有很值得讨论的。 现在我也是纪念孙中山。 昨天是孙中山诞生一百五十周年。 我这本书献死就是献给孙中山。 纪念他的诞生一百五十周年和中华民国宪法制定了七十周年。 在这本书里面我直接指出来孙中山的理论里面哪里出现了逻辑谬误。 我觉得指出他的错误,那他真正能够传承这个理论。 他的理论很多是很有道理的。 唯多是一些谬误。 你如果不指出的话,那继续谬读传是不应该的。 所以说我是很得罪人的。 这本书是绿营不屑一步,蓝营看得不舒服。 但是呢,我的面向是读者主要还是大陆人。 我真的希望大陆的朋友能够读一读这本书。 而且我把它的简化字本在网上免费上网,免费下载。 我写的是呢,在这本书能够在中国大陆正式出版之前,它的PDF版授权大家免费下载传运。 能够出版的话呢,这个授权名义上取消,但是我也挡不住。 无论如何呢,我想我写的目的还是出于对中国大陆的关注。 我来美国19年了,到现在我还没有入美国国籍。 也就是因为我在对社会媒体的关心呢,还是着眼于中国大陆的未来。 无论如何,这是我成长的地方。 所以说,但是书的排版的时候,有一页是红白的,我就加上了两句话。 我说,愿我中国大陆早日重归宪政民主主义。 用重归两个字,因为在1946年制定了宪法,1947年试图行宪,当时迈出了第一步,但是被中共阻断。 我认为中华民国已经为我们将来的道路提供了最好的模板。 这样一个选择,不但有一部为中国大陆的两体裁衣,非常合适,非常接近中庸之道的这样一部宪法框架。 还有台湾司法院多年实现,台湾对政府体制做出了重大的修宪调整,但是宪法的人权保障条款一个字都没有改。 台湾的人权保障是依靠着司法院对宪法的解释。 宪法的人权条款不再是僵化的条文,而是司法院历年来七百多小解释,其中的大部分围绕着涉及人权的方面,形成了一套有血有肉的宪政体系。 这些,如果中国大陆选择中华民国宪法,因为人权条款在台湾知识未改,司法院的人权实现可以直接拿来,用于中国大陆的未来。 还有这幅宪法之中的监察院的设置。联合国1993年有一个建议,建议赤家各国建立人权保障机构。 这个建议之中有很详细的一些建议的条文说,人权机构应该具有什么什么职能和权力,什么什么保障。 每一条监察院从这部宪法获得授权都已经具备了。 这部宪法是相当先进的宪法,其中考试院是否需要拔高到院级,考试权的独立是必须的,是否需要拔高,这个未必是需要的。 但是监察院在国际上是一个先进的理论。监察权在提出,当时孙中山提出来,可以说是划时代,在世界上是第一个提出的监察权独立。 在孙中山之前,监察权有国会监察室,都是属于国会的。所以说,这真的很好不起。 那么我就有这样一个观点,希望这本书能够在中国大陆,在大陆的人群之中,能够有更多人感兴趣,知道我们还有这样一部宝藏。 我希望中国大陆将来能够选择恢复中华民国国好,实行中华民国宪法。 所以我说愿我国人说起民国,就好像美国人说起合众国那样的自豪。 谢谢大家。 那么如果大家有顺序的话,我想一慢。 当然这个二十美元,应该说这个厚度这个大小也是知道的。 其实签名是不必的,二十美元直接拿一本,欢迎欢迎。 如果大家在宝床搜索山格子明显论,可以找到他的简化字本。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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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